以所谓涉额为由,制裁中国企业,既缺乏国际法依据,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。 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行径,对此我们坚决反对。 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,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。